第三十七章杀死他们 当罗锋和白胡子老头进行兑换的时候 黑龙山帝国九皇子殿下布罗林正在另外一个古屋 昏暗的古屋中 布罗林站在那微笑喊道 我要兑换宝物 小伙子急什么急 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古屋内 一个个来 这个小家伙兑换完后 我再给你兑换 恩 布罗林双眸掠过一丝寒光 一个个来 之前进来的那人不是故弄玄虚 而是真的兑换宝物 布罗林心中浮现此念头 随后冷然一笑 闭上眼睛意识接驳虚拟宇宙网络 虚拟宇宙 黑龙山岛屿 这是一座巨大的城池 里面有一座座宫殿 连绵起伏 而其中有一座不显眼的紫色宫殿 这紫色宫殿门口站着两名侍卫 缩 店内 那王座上突兀出现一名皮肤白皙的俊美男子 正是黑龙山帝国九皇子殿下布罗林 穿着主要色调为黑色 边缘为金色的皇族服饰 布罗林高座王座上 直接进行通讯申请和他的九大保镖之一联系 他的九大保镖 各个都是他的奴隶 对他是无比忠诚 当然 在开城堡门的时候 已经死掉一个 幸好雷电城堡的雷电 没毁掉空间戒指 使得那保镖 空间戒指中的雷射枪 并无损坏 错 大殿内凭空出现一道人影 穿着黑色侍卫服 一头绿色火焰式的冲天头发 殿下 侍卫恭敬丹西跪下 卡姆洛 布罗林高高在上 俯瞰侍卫 下令道 刚刚在我之前进入雷电城堡的 穿着合金战衣 戴着头盔的小子 他拥有不少雷霆石 并且在和那雷电城堡 智能生命进行兑换宝物 什么 侍卫吃了一惊 时不时就有人进入雷电城堡 大多都是迷惑他人的 没几个是真的兑换宝藏 我很确认 他是真的兑换宝物 布罗林冷声道 所以你给我盯紧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侍卫恭敬道 很好 布罗林满意点头 而后身形化作虚无 消失在王座上 戒中戒 白胡子老头走进布罗林的古屋中 布罗林健壮露出笑容 小家伙 你要兑换什么 白胡子老头看着布罗林 传承水晶球的第一重密码 布罗林看着白胡子老头 再来一颗生命果实 白胡子老头脸上不由露出惊荣 当布罗林兑换的时候 罗锋刚刚走出雷电城堡的大门 当从大门出来的时候 远处分散在各处 将雷电城堡重重包围的二十万联军 最起码有上万人都朝罗锋看来 仔细地审视罗锋一番 而罗锋很淡定 这雷电城堡经常有人进去 而且迷惑人居多 估计也没几个知道自己是真的兑换 就是他 他是在殿下之前进入的 都看紧了 在看向罗锋的上万人中 其中就有一些有特别目的地人 彼此原力传音 罗锋混入联军人群中 在人群中游荡了好一会儿 最终和红 雷神 铁南河 凹谷会合 凹谷自然而然施展开念力屏障 阻碍其他人听到他们对话 怎么样 红 雷神都看着罗锋 一切顺利 按照计划的那般 罗锋微笑道 一颗生命果实 两件五阶兵器 雷神露出惊喜之色 那就太好了 一颗生命果实 可以让三子你的摩云藤 进行一次大的进化 这样一来 我们小队在戒中戒中 也不用像之前那么惨 遇到只大点的队伍 就得逃之天天 先投资 再有产出 红微笑道 老三 你可记得你说的 等在弄到一笔雷霆时 可要再为我的摩云藤 兑换一颗生命果实 一定 罗锋笑道 切 雷神一摸鼻子 瞥了一眼红 别想得这么好 生命果实是好东西 三子兑换 其他人马 说不定也会兑换 而那生命果实 总共才三颗 等到我们再弄到 一批雷霆时 不知道那生命果实 还有没有 红却没和雷神辩驳 这次的兑换计划 罗锋和红 雷神商量后 红和雷神 都无比赞同 因为大家之前都不知道 生命果实 竟然还能让摩云藤 有一个超级进化 连红都说 回头有机会 他的摩云藤 也要进化一次 不过 红的摩云藤 先天上 比罗锋的差一大截 现如今 罗锋的摩云藤 是恒星级四阶 而红的摩云藤 才刚刚跨入 恒星级一阶 所以 以生命果实 无比精纯 强大的生命之力 罗锋的摩云藤 吸纳的把握更大 其实 这次我们兑换的兵器 已经能让我们出去后 做很多事了 雷神满脸笑容 嗯 红点头 有足够的财富 可以做的就多了 罗锋也期待得很 冰魂刃 镇空顶 这都是五阶元力兵器 念力兵器 这是借主 才能真正发挥战斗力的 而罗锋 红 雷神都才恒星级 对他们而言 那两件兵器 根本用不好 罗锋使用五阶兵器 恐怕威力 还赶不上用盾天缩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 这两件兵器 罗锋买来 就是为了卖钱 这可是五阶兵器啊 在戒中戒中卖很亏 可是如果弄到外面去 那可就真的发了 这两件五阶兵器 代表的是 无比庞大的财富 我得想想 有那么多财富后干什么 雷神嘀咕着 第一 铲除诺兰山家族 红狄沉道 诺兰山家族不完蛋 祸患不绝 其他人对付容易 可诺兰山本人 就难对付了 罗锋摇头道 买宇宙级奴仆 最多购买宇宙级九阶 因为奴仆最高 就这个层次 而纳诺兰山 可是获得过 巨斧武者称号 一般宇宙级九阶 根本不是他对手 不急不急 有钱好办事 雷神笑道 大家先休息 罗锋低声道 我们等到天黑 再离开联军 摩云藤要进化 是必须显出 最大体型 才能容纳 吸收尽量多生命之力 而以摩云藤 那么大的体型 以及进化的动静 在这核心地带 是没办法进行的 嗯 天黑离开 罗锋五人 在浩瀚的联军中 很是普通 然而却有人 暗中盯上他们 联军约二十万人 以恒星级冒险者们的习性 是不可能 如地球上士兵搬人几人的 因为恒星级速度一旦爆发 眨眼功夫就几公里出去 这还是在戒中戒的缘故 所以每支队伍彼此距离都较大 如罗锋五人聚在一块 其他人也是随意抱团 而一些大队伍彼此距离更是一两公里 距离太近就不容易管了 这点距离 对恒星级冒险者而言 一眼就能看到 一晃身就能抵达 所以整个联军浮散的范围 直径达到六七十公里 而全市滔天的九皇子殿下 布罗林是在黑龙山人马的核心位置 和罗锋他们的位置距离超过三十公里 也令巴巴塔的查探根本无法触及布罗林 且布罗林周围信号隔绝 他的仪器设备可是黑龙山圣地弄来的 比至巴巴塔相差并不大 夜 狂风呼啸 帐内 布罗林闭眼盘膝坐着 殿下 卡图落宫静道 那五人小队没钉丢吧 布罗林声音很平静 没有 卡图落宫静道 整个联军殿下控制的人有两万人 以我们安插在各处的眼线 整个联军几乎都在我们监视之下 且整个联军服散不过数十公里 那五人小队根本不可能逃脱我们的监视 嗯 布罗林应了声 突然睁开眼 双眸犹如利刀盯着卡图落 卡图落宫申 按照各方联合会议 这联军内是禁止厮杀的 布罗林冷漠道 我也不好破坏规矩 给我盯紧了 一旦他们五人离开联军范围 就立即派遣一支小队 将他们五人给击杀 将他们的空间储存器物都带来 明白吗 是 殿下 卡图落宫敬 我立即安排 嗯 去吧 布罗林淡漠道 卡图落宫敬帝连离开大战 而这时候有一名男子走了进来 丹西跪下宫敬道 殿下 第六大队这一天杀死六支队伍 共约五千冒险者 得到雷霆石 共约二百五十九万雷霆石 说完 宫敬地将一枚空间戒至地上 嗯 第六大队做得不错 布罗林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告诉其他大队 让他们好好努力 抓紧时间夺取雷霆石 是 男子退去 大战中 布罗林拿着空间戒指 垫了垫 露出一丝高高在上的自信笑容 差不多又快一千万雷霆石了 应该能换取第二重密码了 不过 各地雷霆石 差不多挖光了 下面就是彼此 厮杀掠夺雷霆石 对于高高在上的九皇子殿下 布罗林而言 就是这两百万人死光了 他都不会在乎 出身皇族 母亲一脉 又强大无比 他见识了宇宙中 太多的弱肉强石 一生令下 数十颗星球 所有民众成奴隶 这样的事情 令他对杀死那些小队 夺取雷霆石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至于安排人去杀罗峰 布罗林根本没在乎 那五人小队 在布罗林眼中 就是蚂蚁 他一生令下 派人踩死蚂蚁